自驾旅行了四年 换了两辆房车和两辆货车 今年是第五年的旅行 继续出发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丸 好久不见 甚至想念 我是黑丸 真的想大家了 来 你来帮我拿着 前几年我们都是在家里面过完春节 小孩一上学 我们就出发了 今年呢 由于前段时间 黑丸动了一个小手术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这出院已经半个月了 在家里面已经想想的差不多了吧 对 差不多了 太激动 太高兴了 这一次在家里面耍的时间太久了 已经感觉人都要发疯了 你算一下我们去年冬天 从东北回来之后到现在 马上快三个月了 黑丸现在也好得差不多了 第五年的自驾旅行 要不了几天就出发了 特别特别的激动 已经一个多月没来看我们这辆货车了 这是第二辆货车 这辆货车是去年下半年买的吧 这是一个保温相提的 特别特别的暖和 去年我们在东北的时候 停在这里一个多月都没有发动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动得早 但是我们这个车呢 货车它有这个 它有一个这种电瓶的电源开关 我们把这个开关给关上的 看见没有 这把它给开上 打打看 看能打着不 好像货车都有这个电瓶开关 小车好像没有 我们上次回来不是那个车打不着了吗 对 你来按一下看 还有电没 哎呦 哎呦 亮了亮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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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熟悉的位置了 嗯 还是我的 觉得这个位置坐着好 在医院的时候 老想着开车出去自驾旅行 可是身体没好 没办法 今天来体验一下 这医院躺了一个月哦 对啊 关系你现在干嘛 我来熟悉熟悉吧 你下来让我来 你还是病人呐 那钥匙给你留这里哦 现在是我的了 这个位置 嘿嘿嘿 但是我开车上路有点怕 驾驶证日 今年十二月 好像驾驶证就到六年了 还要记得提醒我 我要换 来吧 看是不是空档 好像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能打得着 这些都亮了 踩离合不 打得上 你不是老司机吗 家属真的快六年了 你来问我这种经济的问题 还不踩离合 踩还是不踩 应该不踩都行 这边不是特别冷吗 三二一 一点问题没有 最主要是他有那个断电的那个开关 如果说不断电的话 那肯定就没电了 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来发动车了 对他保护了那个电瓶吗 对就这样再去看看后面 这个门密封性太好了 哇塞这里面那个位好大 咱要把那个围板路给放下来 让他通一下空气 这个利弊的空间呢 真的特别大个位 哎呀对了 你转过来这里 我把车往前面开一点 还有呢 就是我担心 我们这个油是换的那个航空夜夜油 就是冷的时候用的 像这个天气暖和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们从中北回来了之后 还没有放下来多了个屋 你帮我看着一下 我去开 好 往前面开一点的 开到干的地方来 走走走 再来点 再走点嘛 再走点 走走走走 得起来干了干了 可以了 收拾药了 你还跑得好快 都是啊 在东北的时候 它动都不动 下来特别缓慢 你看 但是能用 嗯 应该不用换 如果换油的话就麻烦了 吃米 可以 烹了一下风 烹了一下风 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味道了 这个车真的好 看一下这个 好厚 全是七厘米厚的这种保温板 去年冬天我们在跟河的时候 零下四十多度 在里面烧着炉子 还特别特别热 穿短袖 特别特别的保暖 这里还有好多矿穴 去年买的哦 好久了几个月了 应该没过期吧 这个 这边 这是一排柜子 这下面就是放锅碗瓢盆的 这个是装碗的 这上面 这里 这是水箱 这里面好像也是装的矿泉水 因为去年我们在东北的时候 那没有水嘛 全都是要靠这个矿泉水和化血水 这样还有好多 这里面好像还是满的 这边也是装的锅 调料之类的 这边是调料 可能有些调料 应该都不能用了吧 还有这里有一个柴火炉 这些没有收拾 特别特别乱 他们坐的那个就是床 两米乘以一米二五的 在车上来说的话 我感觉应该算大床 对 但是物质和家里面比 家里面那两米一米八的床 那更大 那上面就是我们装衣服的 哎那里怎么还有那玩 关着关着关着 这整的多不雅观 这边来就放了一些拍摄的东西 拍摄的器材 这车就这样挺好的 下面是两块电瓶和一个逆变器 这个车顶的上方 安得有七八百瓦的太阳能板 反正这辆车的配置 这些的话 我感觉挺好的 就是我们后面的生活区 巴士的很 这里还有好东西 在东北买的干粮 应该没过七哦 哎呀 真的 在这里特别特别感谢 就是我生命这一段时间来 收到了好多朋友的祝福和关心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 特别特别的谢谢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 还有一个事情 我和黑妹这段时间在家 已经商量了很久很久了 关注我们很久的老粉就知道 我们最开始玩自媒体的时候 玩旅行自媒体嘛 就是买了一辆B型房车 后来又换了一辆C型房车 后来又换了一辆红颜色的货车 这辆白颜色的保温箱体的货车 是去年下半年才换的嘛 就去了一趟东北 跑了一万两千公里的样子 这个车是挺好 因为我们玩了四辆车的话 朋友们注意看 它是不是都是空间特别大的那种 我们选的就是空间大的 那种人在里面住着舒服一点嘛 但是它空间大了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它宽长高 自重也重啊 像我们在外面的话 有很多时候看见那种漂亮的风景 我们想开下去露营 想开下去住几天的那种情况 这个车重了 怕陷车 还有就是车长了 宽了 高了 也不方便 所以说就只有错过了呗 今天我们想了一下 换一辆皮卡车出去旅行 皮卡车的话 它后面不是有一个斗吗 也能装东西啊 站在上面安一个 那种叫什么车顶帐篷 还可以在里面的住 这样的话就能去我们 这几年旅行 这些车去不了的地方 很多很多特别漂亮的地方 我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对车不是特别的懂 有懂得朋友们给我们推荐几款呗 预算的话 在20万以下吧 那种太贵了呀 我们也消费不起20万以下的那种皮卡 最好是市区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那种路烂的 还有 想问一下朋友们 我知道那个皮卡车属于小型的货车 属于小型货车 它节价是不免费的 这点我知道 但是如果说在高速路上面 导航的话限速 它是按照小车这样来呢 还是按照货车这样来呢 对 如果说按照货车这样来的话 我感觉 因为这两年我们开货车 有很多时候小车限120 我们这个货车就限80 特别是在赶路的时候 你想开快也开不快呀 真的 朋友们给我们推荐一下 20万以内的皮卡 皮实赖造的 还是最好是市区吧 因为我们对这个车不懂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网商 阅